天韵子、林天侯与血族等一众老怪 为了妖灵之地的机缘谋划了上万年 为此付出诸多心血 林天侯派出十二位清传弟子 并派出贪狼互道 血族更是让女儿亲自出马 只为能在先帝洞府开启之时 得到最后的机缘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一个从土著星球崛起的亡灵 竟然得到了先府机缘 甚至还能在一众老怪面前从容离去 端帝是潇洒无比 当亡灵在潮汐深渊之地 发现通往罗天星域的通道后 就有了离开妖灵之地的心思 天韵子察觉之后 连忙召集一众老怪赶往妖灵之地 只见天空的漩涡内走出了树人 林天侯一身青山 踏在续空望着大地 张口便喝道 贪狼出来见老夫 声音好似奔雷在整个妖灵之地回答 血族一身赤袍眉头皱起 踏入这里的刹那便神势横扫 但却没有任何发现 好似摇溪雪整个人彻底失踪了一般 血族深吸口气 暗自运起神通 以秘书再次横扫 然而仍是一无所获 天韵子则抬起右手掐指捏算 在外界有东海阻拦 推演占卜之树总有一团迷雾 此刻身在妖灵之地 占卜起来不再受阻 就在这些老怪赶来的瞬间 身在潮溪入口外亡灵 直奔潮溪深渊地底而去 巨大的犀利使其速度飞快 直接冲入回廊进入深坑之中 林天侯面色阴沉 神势不断横扫 却在极北之处 王威 吴娟 王威平淡扫了林天侯等人一眼 随即笑道 各位道友好久不见 林天侯盯着王威冷声道 王道友 我察觉到贪狼就在你这里 把他给我 我有要事问询 闻言 王威笑着对身边的爱侣说道 你看这么多言了 这贱尊的脾气 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胜 说吧 王威一拍储物带 其内立刻飞出二人 一个是陈龙 另一个则是贪狼 陈龙看到林天侯后 微微一震 随即眼中露出狂喜 扑托一声跪在地上 眼中湿润 大声道 师尊 是这贪狼 是他害了师弟们 贪狼则神色如常 恭敬站在王威与胡娟身后 好似一个老奴一般 林天侯目光如剑 钉在了贪狼身上 阴森地说道 贪狼 你好大的胆子 贪狼内心一跳 但神色却没有半点变化 冷冷看向陈龙说道 小娃娃 老夫可亲手杀你大罗剑宗义人 陈龙恶毒地盯着贪狼 闻言立刻喝道 你虽非亲自 但却把我们困在此物内 齐心可诛 若非如此 师弟们怎会死去 贪狼哈哈大笑道 老夫把你等困在旗内 也是为了那动辅令牌 但可曾动手害你等一根汗毛 你不去找杀你师弟们的正主 反而来找老夫 荒谬 陈龙还在说话 却被林天侯打断 冷冷望着贪狼索要先辅令牌 贪狼苦笑一脸苦涩道 说来你们或许不信 但老夫以数万年的修行启示 那令牌不在我手 林天侯盯着贪狼一语不发 等待下文 此刻 除了天运子一直闭目掐算外 包括血祖在内的其余老怪 同样目光如见 落在了贪狼身上 贪狼头皮发麻 被这么多大神通准目光直视 立刻心神俱正 好半想才说道 天运宗的王林 把令牌抢走 此时陈龙失职 可以作证 而且正是此人 杀了大罗剑宗之人 林天侯眉头一皱 陈龙连忙解释 只看到获得令牌的王林 被贪狼困住 之后的事便不知晓了 就在此时 天运子睁开双目 看向东方 手指掐动越来越快 目光好似穿透了无尽的距离 直接落在水妖郡的潮汐入口 更是穿透了入口 直奔回廊内的深坑而去 王林立刻有所察觉 身子一晃与犀利融为一体 天运子的目光在穿透之际 受到了深渊内犀利吸扯 但他略意犹疑 立刻穿透犀利再次深入 天运子的举动 立刻引起林天侯等人的注意 甚至云仙道旅也眼中露出惊讶 这群老怪的神识 都顺着天运子目光 穿透了潮汐深渊 进入那深坑内 王林神色如常 取出七星剑阵 在体外旋转形成一股推力 使得速度更快 一冲之下 王林直奔深坑底部而去 转眼间便来到了深处那漩涡所在 就在这一刻 天运子的目光 与众老怪的神识也降临而来 林天侯一眼就看到了七星剑阵 愤怒顿时被点燃 天运子同样看到了王林 尤其是王林身体上 在无任何杀戮先决的烙印时 天运子的目光内透着寒意 王林踏在漩涡之上 冷冷看向身后 整个人陷入漩涡 渐渐地沉去 只见一股浩渺之力 从漩涡内涌出 天运子等人的神识 在这力量之下也不由得起起退散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王林 彻底融入漩涡内 就在王林身子融入的瞬间 血祖神识化作虚影 感觉到王林身上 有姚细雪的气息 血祖可以断定 姚细雪很有可能 被王林擒住 当即大喝倒 王林 我女儿在哪 听到血祖的喊声 王林突然留下一句 虚辅并非三座 而是四座 随即彻底消失在漩涡之内 此言一出 漩涡处顿时一片沉默 这些老怪各个面色阴沉 纷纷看向血祖 血祖沉默少请说道 的确有第四座虚辅 但显然已经被这王林占据 而且他拥有令牌 若是不把此人擒回 那真正的洞负 我等再无进入之日 此地漩涡 我等早就知晓 是通向罗天星域的入口之一 但漩涡内蕴含的力量太强 王林不知有了什么奇遇 居然可以进入其内 我等当年也曾尝试进入 可却无法成功 不过 若是我们联手 只送一人进入 应该可以做的 一众老怪纷纷沉默 思索该派谁进入罗天追杀王林 血祖再次说道 若说我进 众道有怕是心中还会生起疑惑 所以这最好的人选是贪狼 我们每个人都在他身上 留下一道禁止 这贪狼便逃不出我等掌心 只能乖乖地进入 把王林擒拿回来 况且这贪狼修为 也是足够对付那王林 众人沉思片刻答应下来 只有天韵子默默望着漩涡 眼中露出奇异之盲 没有表露任何心思 罗天星域很大 其内修真心多不胜数 联盟星域内除了一少部分人外 绝大部分修士 都不知晓外界星域的存在 但罗天星域的修士 大都知晓风雨雷电四大仙界下 各有一方星域 这与联盟星域内修真联盟一家独大 有很深的关系 在修真联盟的隐瞒下 包括王林在内 极大一部分修士都一直认为 星空下唯有修真联盟 而罗天星域则较为自由 一些隐秘之事 也不会太过封锁 并且罗天星域内 没有门派存在 有的只是一个个修真家族 罗天星域注重的便是血脉 此刻罗天星空中 有三男一女正在挤持 四人修为相差不多 除了女子是应变中期外 其余三人均是应变初期 四人均都面色阴沉 不时看向身后 只听其中一个男子说道 还是把吃药石扔了吧 否则这些明雾虫定会紧追不舍 一旦我们被其困住 只见四人身后 有无数手指大小的飞虫呼啸而来 若不是那女子时而水秀挥舞 将大片金光向后飘去 略作阻碍 怕是早就被飞虫群追上 这四人乃是罗天星域染云星之人 女修叫做染月 其余三个男修 分别是染辰 染风与孙雪山 四人来此本是为了试炼 却阴差阳错得到一块吃药石 引出了大量明雾虫 此虫散出的雾气 对于修士来说是剧毒之物 处之便会伤及元神 更可以磨灭神通 若非那女子手中的玉镯 散发出微弱的雷电之光 把四人笼罩 怕是早就被虫群吞噬 元神消散而亡 眼见虫群越追越近 四人的先例开始减少 丹药也已经不多 染月只好打气道 明雾虫最怕雷系法术 我已经向家族发出求救 此地距离家族有些距离 我们再坚持一下 定可被家族内擅长雷系神通的前辈所救 话虽如此 但四人心底已经升起绝望 就在此时 灰雾之外一道荧光呼啸而过 这荧光探去好似龙形 骑上端坐着一个青年 一身白衣盛雪 双目一片深邃 时而有电光闪过 正是冲入漩涡通道的亡灵 当时 亡灵融入漩涡之后 好似进入一个传送阵一般 在出现时就到了罗云星域 随后 亡灵拿出星罗盘 带着一丝茫然 在这陌生的星域内回荡 正好看到被诡异虫群困住的四人 在亡灵的目光下 明雾虫身躯轻颤纷纷避开 很快便形成了一片空白处 南修孙雪山眼中的绝望立刻消失 抱拳高声道 前辈 在下阮云星孙家族人 还望前辈出手 晚辈定会中谢 阮辰与阮风 也是眼露喜色 连忙恭敬的抱拳可求获救 阮月也轻声道 前辈 晚辈是阮云星阮家族人 被这名物虫所困 若前辈出手 阮家定会答谢 亡灵神色平淡 扫了四人一眼 随即收回了目光 虫群雾气立刻云涌 把空白处吞噬 四人顿时面色难看起来 孙雪山连忙大声喊道 前辈 我们这里有一颗赤药石 若前辈把我们救出 便以此时先行答谢 亡灵不知小赤药石为何物 闻言并不心动 只是望着雾气眼中 闪过一丝沉思 这罗天心欲太过陌生 必须要尽快了解 随后方可去那画着女子 所说的相家 就在四人忐忑等待之际 亡灵终于开口说道 阮月星在哪 四人一正之后 孙雪山连忙说道 距离这里约有七天的星路 在正北方 前辈若是想去 晚辈几个可带路 以报前辈救命之恩 闻言 亡灵右手点向续空 元神立即涌现出一道闪电 漠然冲入雾气内 雾气中的明雾虫 立刻嘶叫纷纷退开 若是寻常雷电神通 面对这些雾气 多多少少会减弱一些 毕竟这明雾虫虽说惧怕雷电 可其雾气内的毒素 却是极强 但亡灵的雷电 却并非寻常法术幻化之雷 而是真正的天雷 是元神与太古雷龙 融合后产生的本能神通 在雷电的轰击下 明雾虫立刻退缩 染月四人终于脱困 化作长虹飞至亡灵身边 孙雪山看向亡灵的目光 充满了震惊 身为罗云星玉之人 对于雷气神通并不陌生 虽说不会施展 但毕竟罗云星玉 与雷之仙界关联 雷电神通在这里 就是威力最大的法术神通 同样震惊的 还有染月与另外两个染家男子 尤其是染月 由于修为达到阴殿中期 在家族内的地位 也比其他三人要高 知晓了一些较为隐秘的事情 见此情景立刻心神一阵 恭敬地轻声道 晚辈染家九代族人 前辈可是雷仙使者 此言一出 孙雪山面色立刻大变 那么被误认成雷仙殿使者的亡灵 能否顺利感到染灵星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